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一个女的啊 要把这女的呢 拐卖到商丘 给人当老婆 现在阿喜带着那个女的呀 在赶往商丘的火车上了 这民警赶紧就问呢 他们是从哪到商丘啊 他们呢 是从广州到郑州 然后在郑州再转车 那你知道车次号吗 知道 G94号高铁 民警一看 哎哟 G94号高铁两点前 就能够到郑州东啊 如果再到商丘的话 倒车差不多一个小时 也就是四点之前 应该就能到商丘了 紧跟着就又问 那你知道这男的什么样 女的什么样吗 说这女的呀 长得不高 很胖 反正这个报案人把相关的消息说的都很详细 但是有一点拒绝透露个人的信息 民警呢 就又问他 这阿喜叫什么呀 就知道他叫阿喜 大名叫什么 不知道 随后这个报案人就催促警方赶紧去抓人 最后啊 这报案人呢还嘱咐民警呢 说这事啊 你们一定得解救这女的啊 我怕牵扯到 我真把人拐卖了 这事就很麻烦 民警呢 就跟他说 您呀 这手机别关机 如果有事会跟您联系 我们呢 也会到广州进行取证 哦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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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找我啊 找我很麻烦啊 放心吧 我们呢 不跟别人说 对于报案人 我们一定会保密的 好好好 你们 你们一定要保密啊 铁路警方接到报警之后 非常的重视 如果这个报案人的报案信息是真实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四点左右 这一男一女就会出现在商丘高铁站 于是呢 立刻组织警力 对商丘高铁站的站台和出站口进行了布控 可是啊 等了半天 左等右等 始终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员 一直进行查赌工作 就是没有这么俩人 这怎么回事啊 难道这报案人报的假警 举报信息不准确 还是有什么其他情况啊 就在这时候 二百多公里之外的郑州东站传来消息了 说可疑人员呢 已经在郑州被查获了 不对啊 照理说按照时间点来算 接到报案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上了去商丘的火车了 怎么会被查获呢 一了解情况 原来啊 是因为人正不符 就是车票跟人 对不上 当时正好是春运高峰啊 这火车站的业务啊 非常的繁忙 在这一天中午的时候 在郑州东站 有一男一女就被拦下了 因为呢 他们买了去商丘的火车票 上车的时候这一查呀 发现不对 那个男人身份证没问题 可是那个女人身份证的照片一看 明摆着就不是本人 于是呢 铁路民警啊 就把他俩扣下了 对他们呢 进行身份核查 面对身份核查的时候 这个女人呢 大大方方就承认啊 说是 这不是我自己的 男的呢 在一边是一句话也不说 咱们在这儿呢 也给大伙额外的提一个小醒啊 抛开后面的这个拐卖不谈 单纯的就说冒用别人的身份证 坐火车这个事 这也是违法犯罪 冒用他人身份证 可以处以2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再严重一点的 可以10日以下的拘留 因为很多朋友 马上这也快到11黄金周了 可能身份证临时丢了啊 又懒得去办临时身份证 冒用别人的买张票 看能不能走吧 各位 您连想都别想了啊 咱们再接着说回这一男一女 这一男一女啊 带到车站接受调查的时候 民警就发现这个女人呢 穿着一件棕色的大衣 头发呢挺短 眼神啊 是躲躲闪闪 不敢看人那种 另外呢 整个人的气质和精神状态 一看就有点奇怪 跟正常人呢 不太一样 明显精神是有异常的 民警呢 就问这个女人 你叫什么名字呀 不吭声 再问还是不吭声 随后呢 就问这男的 这是你什么人呢 哦 这是 呃 这是我堂妹啊 她叫什么呀 她 小方 小方 这不是全名吧 哪有姓小的呀 呃 那那那什么 她大名王妃 王妃跟这小方 差的有点多吧 啊 说吧 到底叫什么呀 这时候就看这男的呀 支支吾吾 随后呢 又对这个男的的身份资料 进行了核实 这男的呢 姓朱 是山东曹县人 就前一段时间 在网络上特别火的啊 那个宇宙中心曹县 是吧 当然这也是大伙 玩笑之词 这人叫什么呢 叫朱喜 他说是这女的的堂哥 民警就紧接着问 那你带着他来干嘛来呀 哦 这是我亲戚 这不着急回去吗 民警这边询问着他 这边朱喜啊 就显得非常的着急 就想着赶紧离开这 哎呀 同志啊 这真是着急回去 他精神不正常 能不能通融通融啊 我呢 常年在广州打工 这回到郑州啊 是给我妹妹看病来的 她没身份证 所以用捡来的身份证 买的票 你再问他关于具体的情况吧 哎 又说不清楚了 即便说 你没拿着自己身份证 说身份证丢了啊 找不着了 那身份证号总该知道吧 民警就问他 那你妹妹的身份证号是多少啊 哎呀 这不清楚啊 那你给他家里打个电话吧 核实一下情况 因为当时民警呢 还不知道涉嫌拐卖这件事呢 所以啊 如果说你找家里能核实出来 身份证的情况 家庭的情况 那么也就能放你走了 但是他提供不出来 就在这边民警负责查证的时候 也得到消息了 说这俩人很可能涉嫌一起拐卖案 很可能这个朱喜就是那个人贩子 这个女人呢就是受害人 赶紧的两路警方会合一处 立刻对这个朱喜就进行询问 民警在和他谈话的过程之中 就跟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朱喜 坏良心的事咱们不能干 会不会受到法办 咱们还不能说 但是这良心上过不去呀 可是甭管民警怎么苦口婆心的劝他 这朱喜呢 就是不说话 你说几句话 问几句话 抬起头来看看 再问几句 又抬起头来看看 反正就光是呃呃呃呃 一个有用的字都不说 这边朱喜是沉默 那么民警就又想到 既然已经找到这个朱喜了 那报案人肯定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啊 再跟报案人取得联系吧 可是再给那报案人的手机打电话 关机了 一查询机主 发现跟举报人呢 压根就不一致 这也就是说 报案人打电话用的这手机啊 就不是他自己的身份证办的手机卡 于是这条信息也就此中断了 放到民警头上的 又多了一个疑问呢 不光这朱喜和这个女人是不是涉嫌拐卖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报案人是谁啊 他为什么关机啊 这明显是故意的隐藏自己啊 现在来看 最终的突破口啊 还得是放在那个女人身上 经过几个小时的相处 那个女人呢 也逐渐放松下来了 到了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吧 到了饭点了也 民警呢就问他 饿不饿呀 这个女人呢也不说话 但是点了点头 她这一点头 民警们很兴奋 很激动啊 这事就有戏啊 于是让人买过来的饭啊 买的麦当劳 哎呦 腿喽腿喽这一吃 一边吃的 女民警还一边问他冷不冷啊 给你弄个暖气吧 就在吃东西的时候 这个女人呢 放下戒备了 这女人呢 就告诉民警说 我呢叫小友啊 小名叫小友 民警紧跟着就问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啊 什么 没办呢 什么没办呢 是没户口吗 嗯 那出生的时候 没报户口吗 没 没有 那男的是谁啊 不认识 哦 那平时 你叫他什么呀 我不认识他 那他叫你什么呀 我 我不认识他 他叫我小妹 他还跟我说了 不管到哪去 就说 我是他小妹 在这样一个精神异常的女人的嘴里 要想着获取有用的信息 那真的啊 你是得想尽一切的办法 你得想方设法的能够跟他交流上 并且能从大段大段的无效信息里面提取有效信息 现在来看这件事情 报案人消失了 朱喜呢 不能自圆其说 这个女人呢 直直乌乌说不明白 事件是迷雾重重 如果说这朱喜就是报案人嘴里所说的那个阿喜 那么小友又是谁呢 经过对这朱喜的询问 朱喜啊 反正就是一口咬定 我就是回家 我没违法犯罪 随后民警呢 又在公安系统里面 对朱喜进行了查证 发现朱喜在之前呢 又过犯罪的前客 曾经朱喜因为强奸 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2013年才出狱 出狱之后这几年的时间呢 就一直在广州火车站附近啊 有时候打打零工 有时候呢 就在劳务市场那给人当当中介 反正什么都干 混混生活 因为他之前有过犯罪经历 所以反侦查的经验非常丰富 再看看他们买的火车票 确实是要去商丘 这和他们接到的那个报警电话 是相互吻合的 那么他们去商丘 是和什么人见面呢 哎 这就成为了下一步 侦破案件的重点 民警呢 通过技术手段 对朱喜的通讯记录啊 进行了查证核实 最终发现 在朱喜被控制之前 与一个河南商丘的电话 频繁的联系 这个人呢 还打算接战 并且他们在微信上啊 还聊过一些敏感的话题 比如里面提到啊 一个女人多少钱 哎 你有照片吗 只要带到家里能干活 能生孩子就行 这几句话 这无疑表明 这个事件 这是拐卖案件的嫌疑啊 进一步的提升了 那么跟他联系的 这个人是谁呢 叫顾龙 顾龙啊 是朱喜的妹夫 既然能够锁定顾龙的身份 那么接下来就要找到顾龙 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民警找到顾龙家的时候 顾龙呢 是一言不发 民警也在那劝他 你要是在这不说话 那咱们呢 就上派出所说去 把顾龙带回派出所之后 顾龙啊 就说了 说我们这 这不是拐卖啊 我给我堂叔 就就就介绍个对象 没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啊 啊 我我就想着帮帮我堂叔啊 那么到底小友 是不是要介绍给顾龙的堂叔 还真是 顾龙的堂叔呢 当年是48岁 71年出生的 是商丘的当地农民 身材呢 很矮小啊 长得也不好看 手上呢 还有点残疾 所以啊 在本地确实不好找媳妇 之前呢 也娶过几个外地媳妇 人都是没过几天就都跑了 因为难找媳妇 周围的这些亲戚们呢 也都跟着着急 顾龙呢 就想起来自己的大舅子 朱喜了 朱喜在广州见的人多 能不能帮着给物色一个 据顾龙说呀 因为堂叔呢 跟外界联系很少 沟通能力呢 也很差 所以他就自己做主了 并且呢 还跟朱喜说啊 哥 这事啊 就你办吧 反正你就全权做主 需要什么跟我说就完了 他就想着 这亲哥哥肯定不会骗我 朱喜呢 就跟他说 说这事啊 放心吧 花钱就能办 在前一段时间呢 朱喜呢 就给顾龙打来电话啊 就找着合适的了 我呢 把照片发你看看 你核实一下 你看行不行 要行呢 咱这事就这么办了 俩人呢 在微信上啊 就开始商量 该怎么把这女人带回来啊 坐什么车 具体得多少钱 顾龙呢 还是那个答复啊 就是哥呀 什么事你就定吧 你做主 我们就要女人过来就得了 会做饭 会生孩子 会照顾人就行了 那么介绍的这个女人呢 就是小友 具体多少钱呢 三万块钱 同时呢 也跟顾龙商量好了 就是人呢 在来之前 你得先付一万五千块钱的定金 定金付完了 再说买火车票啊 再怎么来 反正就无所谓了 顾龙呢 反正也挺放心 把钱打过去 也就这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这大舅哥啊 跟这个女的还没到商丘 可就让警方给扣下了 这些呢 这都是顾龙的一面之词 那顾龙真的就是好心好意 帮自己堂书 找媳妇吗 哎 有一半是 另外一半呢 他也想着从中啊 挣点钱 其实本质上就算是朱喜的一个下限 负责联系客户 负责讨价还价 只是这客户发展到自个儿腾书身上了 顾龙被警方找到之后 朱喜的态度啊 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他说了 我愿意配合 他说我一开始啊 是想保护亲人 别让我妹夫跟他的亲戚呢 受牵连 所以我就没配合你们 现在你们证据都有了 那供了呗 是吧 据朱喜说呀 其实他一直不知道小友的真实身份 他就说这个女的呢 是罗群介绍给我的 到底他跟罗群是什么关系 那我也不清楚 你看 朱喜这一供 可就供出来了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罗群 这罗群呢 是湖南人 他呀 是一名可疑人员 没有固定的职业 长期的在广州火车站附近 开磨的 那么这罗群和小友 又是什么关系 小友怎么落入罗群的手里呢 铁路民警 专门到了广州 在广州警方的配合之下 来到了一片城中村里 就在这片城中村 就知道罗群就应该在这块 但是啊 始终没有发现他 一直到了三月底 罗群终于出现在视线里面 民警上去就问他呀 你是不是罗群呢 啊 是 我们是郑州铁路公安处的 那我 怎么了 我犯什么法了 啊 跟我说一下吧 在这不跟你说了 到派出所里边告诉你吧 随后呢 把罗群也就带回来了 跟罗群一问这小友的事 罗群一口否认 我不认识小友 那那啥他也不认识我 反正我不知道名字 反正就肥肥胖胖 那女人就是他呗 至于小友是怎么到罗群手里边的 据罗群自己说 是有一个安徽人的 到罗群家里边打牌的时候 一块带过来的 罗群说呀 听那个安徽人介绍 是他们在广州火车站 捡过来的 至于那个安徽人叫什么 罗群说 不知道名字 我不认识 那么罗群说的是真是假呢 咱们后边再说 咱们再来说说小友那边 小友啊 精神状态不正常 他呢前前后后提到过多次广州火车站 他呢也提到过一个胖子 我那到了那广州火车站 我心情不好 我喝酒喝醉了 喝醉了 我撞到一个人 然后一个胖子在车站 他他他问我 我我说我心情不好 他他说用不用那个 介绍工作 我然后让我上车 我说我不上 不上 然后他他就拽拽我 让我上车了 那么这小友提到的胖子是谁呢 民警一调查这胖子呀 就是这罗群 罗胖啊 罗胖子 这罗群呢 平时除了在广州火车站 跑摩迪 拉黑活之外啊 也干一些中介的工作 看到精神不正常的一些女的呀 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 带回家里边 能出手的就出手 出不了手的再说 这小友呢 在罗群那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朱喜就出现了 朱喜当时跟小友怎么说的呢 我呀给你介绍个好人家 说白了就是找人结婚 据小友后来跟警方说 我也不知道为啥他跟我说这个 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我就答应了 据朱喜交代 他呢 因为也是长期在广州站活动 所以就认识罗群了 说案发之前两天呢 罗群给他打电话啊 说我这有个女的 你看你那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啊 朱喜突然就想起来 哦对 我那啥 我那妹夫那有需求啊 这行啊看看吧 据朱喜的说法 他说呀 我还问罗群呢 是不是骗来的 是不是强迫人家来的 这是我亲戚 别出什么事 出了事不好说 罗群呢就跟他说放心吧 没事啊 肯定不会有事的 当然了 甭管是朱喜还是罗群 他们在跟民警供述的 这些话里面 有真有假 总之 朱喜到了罗群那 看了看小友 随后拿微信拍了个照片 让顾龙看看 顾龙一看 行 这事就算定下来了 罗群呢 跟小友一起生活了差不多 半个多月的时间啊 呃 可以说是呆腻了 玩腻了 也可以说呢 想要钱了 所以想把小友给卖了 罗群呢 跟朱喜也是明码标价 说这个女人呢 三万块钱 当然了 甭管咱俩多熟 毕竟你介绍的 你呢 也有好处费 给你几千块钱 现在朱喜 罗群都已经抓到了 还有一个难题啊 小友到底是哪的人呢 他的家人在哪呢 得让他回家呀 查来查去 查不出来什么信息 后来民警想了一个办法 把小友现在的这个状况啊 拍个照片放到全国公安的那个信息库里边进行比对 有涨的差不多的 他能够匹配吗 百分之多少的相似度 凡是相似度高的 把这照片全冲洗出来 拿给这个小友看 你看这个是你吗 你看那个是你吗 看来看去 小友也不知道哪个是自己 哪个不是自己 于是呢 就先把小友送到了郑州的救助部门进行安置 把他的信息再次放进全国公安信息库进行比对 民警就一直在琢磨呀 小友为什么会出现在广州火车站 他是住在这附近 还是坐火车来到广州呢 于是啊 又在全国信息系统里面 去寻找全国的失踪人口 其中有一个失踪人员的照片就引起注意了 通过进一步核实 确认小友的确就是这个失踪的女人 赶紧联系小友的家人 2018年3月份的一天 小友的妈妈呀 就来到了郑州 他的妈妈也说 说我的女儿啊 精神障碍 那他什么时候走丢的呢 是17年12月15号 在深圳走丢的 民警也批评他妈妈呀 他有着伤残症 你明知道他精神有问题 你又是他的看护人 你有看护责任 你这是失职啊 他妈妈也很委屈 我知道我知道 谁知道他又跑了呀 他老跑 他自己控制不住 我也不想让他跑啊 我们这不也是又花钱又吃亏吗 我不想啊 这些年呢 让他弄的呀 我这眼泪可都流干了 最终小友终于是见到了自己的妈妈 跟着妈妈回到了自己的家 照理说 这个案子就完结了 不过在审讯朱喜的过程之中 民警却发现了其他的一些蛛丝马迹 因为朱喜呀 在面对审讯的时候 总是会恍惚啊 会说漏嘴 比如提到小友了 他可能就恍惚的继承别的女人了 哪个 那个胖的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警方据此推断 朱喜干这活可不是第一回 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受害者 然后警方的通过技术手段 查看了朱喜所有的聊天记录 发现很多信息里啊 都写着什么这个女人怎么样啊 也有女人的照片啊 这价格多少啊 三万啊 两万的啊 这坐什么车呀 怎么给送去呀 这一看这明摆着 这也是拐卖啊 朱喜一看 这家伙是铁证如山 朱喜也说了 行同志 我从头供述吧 于是呢 朱喜又交代了一起 2017年12月份 也就是这小友案案发两个月之前 朱喜的媳妇有一个侄子 姓靖 他说我给这个靖某啊 给这侄子介绍过一个女人 这侄子呢 结过婚 后来离婚了 二十四五岁的年纪 条件一般 也不好找老婆 后来呢 我这就有个合适的女的 比她稍微大一点 我也是微信拍了一下照片 发给这侄子看 侄子呢 认为还可以啊 那么 民警经过进一步了解 那个女人呢 此时此刻 还和朱喜妻子的侄子 禁谋生活在一块呢 朱喜说 其实她过去之后啊 我这一阵也打过电话 问过 女的能不能过日子 什么的呀 反正说都挺好 说也没什么矛盾 反正那女的在那 有吃有喝有助的 也没什么活 警方知道这个信息之后 立即行动进行解救 2018年3月26号 郑州铁路局公安处 联合当地警方就来到了山东曹县的一个村子 就找到了进某的家 去的时候啊 这个女人还在家呢 第一步 把这女人解救出来之前 得先看她的随身物品 看有没有能确认她身份的东西 可查来查去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带回去之后啊 发现这个女人呢 胆子很小 见到陌生人呢 非常的惊恐 什么话也不敢说 又不能确定身份 也不知道她叫什么 更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从哪来的 俩女民警实在没办法了 就带着这个女人逛街去 带着她住宾馆 在一起住了这么一两天 玩了一两天 这个女人呢 才对这两个女民警算是信任了 这才说 说我呀 叫小玉 我是湖南的 这小玉呢 很明显 也是有智力障碍 据小玉说 反正颠三倒四的啊 那意思呢 就是家庭闹矛盾了 一气之下 出来打工来了 到了广州火车站 遇上一个男人 男人就问他说 你干什么呀 找工作 找工作呀 那我这有好工作 跟我走吧 小玉呢 就跟着走了 结果就被带到了曹县 跟这个晋某就住在一块了 小玉特别害怕晋某 说这晋某啊 特别凶 又打又骂 还拽头发揪头发 怕的都不行了 民警就问他 说你愿意在这吗 不愿意 不愿意 你为什么不走啊 原来啊 这晋某 白天出去打短工 晚上在家 照理说 白天不在家的时候 你跑不就完了吗 不行 这晋某呢 就提放这一手呢 他白天出去打工去了 就让他的爷爷 在这看着小玉 小玉在晋某家 生活了两个多月 那是备受煎熬啊 那么小玉 又是哪来的 朱喜怎么认识的小玉 朱喜说了 是一个姓张的 介绍给我的 那这姓张的叫什么呀 我也不太清楚 那你怎么认识他的呀 呃 他呢 也在我住的那地方租的房子 打麻将认识的 于是通过朱喜的供述 这个姓张的可疑人员浮出水面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发现这个人姓张 叫张勇 2017年11月份的时候 张勇啊 主动的给朱喜打电话 老朱啊 上次你不说有个侄子 没对象吗 我这边有一个 你看看合适不合适啊 朱喜呢 也是看了看 感觉还不错 啊 给这侄子看看吧 照片拍过去 呃 搂一眼吧 啊 要感觉还不错 这事就成了 据这朱喜跟民警说啊 他说 同志啊 我 我当时我还问这张勇呢 是不是骗来的 是不是脅迫人家 他说没有 完全自愿的 你看 针对这几个被拐卖的女人 朱喜都是这同一套说辞 就一口认定 自己反正就是给人牵下大桥 做好事的 不过后来警方的调查结果 那是啪啪打朱喜的脸呢 因为把小玉带到进某家的第二天 朱喜啊 就跟这个侄子啊 可就催着要钱了 说人呢 也给你送过去了 呃 人那女孩啊 反正也就这样了 是吧 钱呢 也是别人要的 呃 三万块钱 你看 他们这还是统一价格 都是三万 小玉 是谁送去的 是张勇 亲自送过去的 这三万块钱里面 朱喜 中间 拿了几千 根据现有的证据 铁路警方 决定对张勇 实施抓捕 可就在这时候 张勇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于是呢 警方把张勇的信息 上传到网络 在全国公安系统 进行网上追逃 随后啊 又联系了小玉的家人 小玉的家人说呀 小玉呢 是因为小时候发烧 把脑子烧坏了 后来呢 反正也凑合找了个男人 嫁了就结婚了 因为跟丈夫闹矛盾生气 小玉呢 把结婚证就撕了 小玉就认为啊 结婚证撕了 这就算是离了婚了 咱俩就没关系了 坐火车从湖南衡阳 就到广州 要去打工 这一走 可就正式跟家里失去联系了 家人说什么 也找不到了 和家人取得联系之后 没几天的时间 小玉的妈妈和妹妹 专程到了郑州 把小玉接回了家 根据小玉 小友等人的经历 民警就推断 在广州火车站附近 一定是活跃着一个 专门拐卖妇女的团伙 精神障碍的这类女性 是她们的主要目标 随后 随着层层的深入 更多的真相 也被一一解开 一个月之后 张勇啊 落网了 怎么抓到张勇的呢 张勇当时啊 确实是躲起来了 手机也关了 也不用内号了 躲在广州白云区 有一天呢 他去坐地铁去 正好赶上地铁那儿啊 有民警 挨个的查每个人的身份证 张勇也没想到 他的身份信息 已经上传到公安系统 进行全国追逃了呀 他不知道这事啊 老老实实挺配合 把身份证就拿出去了 民警这么一扫 哦 这么个情况 走吧 跟我们走吧 于是就被当地警方 给扣押住了 随后啊 又把他移交给了 郑州铁路局公安处 在铁路局公安处的 询问室里面 这一问呢 民警就发现不对劲 为什么呀 甭管他说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声音不对劲 诶 在哪听过呀 怎么这声音这么耳熟啊 一个听着不对 赶紧叫另一个民警再听 还是听着不对 诶 当时打电话报案的 可就是这个声音呢 随后呢 他们就又比较了当时报案电话的录音 怎么听 怎么向 于是民警拿着录音 放给这张勇 你自己听听吧 这人是不是你啊 张勇一听知道瞒不过去了 他说啊 是我打的 于是困扰民警两个多月的谜题终于解开了 神秘的报警人就是张勇 张勇说呀 当天呢 他先打的广州的110 结果广州110呢 又把这个案情啊 转到了南站派出所 可南站派出所一听 说这车已经开了 目的地是哪啊 是商丘 哦 目的地是哪 你得打哪的报警电话 他这才又打的商丘110 又转到的郑州铁路局公安处啊 那民警就问他 你为什么报警啊 他说 因为这 阿喜啊 这跟人收好几万 这拐卖啊 这犯罪啊 几千就得了呗 那没什么事啊 啊 可是再一问朱喜 朱喜说不对 不是这么回事 这张勇啊 是为了报复我 为什么呢 张勇知道朱喜啊 要给那堂叔啊 找媳妇这事 于是就给这朱喜 介绍过一个 穿黑衣服的女孩 朱喜呢 还到张勇那看了看 这女孩啊 说什么 也不说话啊 一看就很不正常 傻傻的样子 朱喜就跟张勇解释 哎呦 这可不行 这毕竟是亲戚关系 这要让亲戚知道 这这样 那回头得埋怨我 于是就没同意 其实呢 朱喜更怕的不是亲戚埋怨 他是怕把这女人收回来啊 卖不掉 这么着张勇怀恨在心 对他进行了举报 后来民警就又问张勇那个女孩的下落 他说呀 那个女孩呢 是劳务市场遇上的啊 也是骗那个女人 说能给他找好工作 后来啊 发现卖不掉啊 就让他走了 除了我们提到的这几个女人之外 还有其他的类似案件 也都得以破获 相关的女人也都得以解救 最终 朱喜 罗群 张勇 都因拐卖妇女儿童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七年和五年 说完这个案子呀 给大伙做点提醒吧 原来啊 我总认为此类的事情 在如今这个年代 应该不会太频繁的发生了啊 不会太常见了 但是这起案件发生在2018年 也就是说 此类的团伙 时至今日应该在各地还都有 尤其是各地的火车站门口啊 火车站附近 劳务市场附近 通常呢 他们是以介绍工作 介绍婆家为借口 专门欺骗那些精神有障碍 或者急于找工作的单身女性 在这再次提醒 大家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之后 尤其在火车站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 人生地不熟啊 千万别随便接受别人的搭讪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个人情况 透露给任何陌生人 找工作也好啊 找对象也好 有专门的机构 有专门的合法渠道 大家一定要找正规的渠道 除此之外啊 也在做一个法律方面的小提醒啊 呃 现在在很多农村地区 依然存在着买媳妇这种现象啊 可能大家都心找不宣 谁谁家啊 我哪个哪个亲戚家就买了一个外地媳妇 那么这些媳妇是不是被拐卖来的 相信大家心里边也跟明镜似的 一旦类似的事情败露之后啊 受到法律严惩的可不仅仅是这些拐卖人口的人贩子 你这个买主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 像我们今天说的这类案子 此类的情况这些买主对他们可以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终身大事不能儿戏 感情不是钱能买来的啊 这时候徒省事 那以后可有费劲的时候呢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下期节目